早安 我是阿龍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絲瓜 這個絲瓜 這個葉子 這已經斜到後面來了 中間啦 還沒有長全滿 就葉子差不多 我人 的手掌打開就差不多這個 過來全部都絲瓜 這次的量 覺得蠻不錯的 這個後面開始要攀爬而已啊 到這邊 這後面 這個後面的絲瓜還蠻多小顆的 在這個上頭 他還沒有 還沒有重量 所以說沒有掉下來 像這個啊 他往上下 這個有重量的時候 他就會掉下來 所以說你這樣看到的絲瓜 都是已經 有一定的塊頭 他才 垂直下來的 像這個太蜜的話 他那個 光合作用就比較沒那麼好 像這個啊 上面現在我發現到 我們如果太蜜 像這個啊 我們用鎖把它折掉就好了 這樣就很容易 這個已經比較 老舊的葉子 像這個也是啊 感覺 太蜜的話 我們就加點 疏散葉子 這種天氣 常常下雨又好天氣又熱 然後又接著又下雨 這個我們要預防的就是 露菌病 跟白粉病 跟白粉病 這個有點滑 之前沒有 他因為是下雨天 會造成 所以說像這種 拔掉 之後 好天氣 我們就要噴灑 像虧霧露也可以啦 或者苦練油都可以 噴下去 他那個 可以防止 蟲害啦 啊 陸菌病可以控制 還有 白粉病 喔 可以採用這個 他導引出去 那我們就把它牽一下 因為他 他有時候 空間的問題 他剛好垂下來 像這個 看到我們就把他導引上去一下 所以這個再往後攀爬了 我這個剛種齁 從下面剛種的時候 往上爬 趴到上面的時候 喔 那延伸出去一點點 他沒有開出公花 而且那時候的 絲瓜 完全都沒有 流到過 一整串 薩爾什萊科都是 母花 後面有果 那時候 有開花 不過他的果實都結不住 這個 上面這一排 他後面 前半段 發現完全沒有公花的時候 確實那個 母花開出來的果 都沒有留住 可能是 公花比較晚長 後來我發現公花開始有了之後 這個果實就開始全部結了 那個絲瓜 我們要嫩 我們要嫩 才好吃 那就是水分要多 那在你 乾寒的地方 比較沒有下雨 水又沒有那麼多 我們可以採用一種方式 我這邊 我這邊是絲瓜 乾布在那邊 那旁邊挖一條勾勾 這邊有種 一排絲瓜 那這邊 挖 凹下去 那我這邊準備就是 可以放水 那水分就會充足 那絲瓜要好吃 還有一個條件 你種在這個 下面有 像這個有水源 有小池塘的地方 他有水池淋起來 他的絲瓜 那就不會 不會說缺水 水池就會 上來 這個絲瓜就會好吃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邊 拜拜